今天的改造难度很逆天 开局一套三十八坪老破晓 要塞进老老少少九口人 哥这样哥子呢 这便是本期的委托人附会小两口 他俩是地道的北漂一族 挑了十年终于在帝都攻上了房贷 还拥有了个宝贝女儿 三十八坪的房子原本就住一家三口 小夫妻舒坦日子过久了想找点刺激 转头就安排上了二胎 没想到老天是懂刺激了 直接架出双小炮 给小两口打了个措手不及 赶紧摇来东北老家的爷爷奶奶 外家姥姥姥爷 富贵还以为能当甩手掌柜 后来越想越不对劲 四个家才三十八坪了 胖手山芋还是要上节目 有请石井亨中国分亨 设计师周文君闪亮登场 还以为这回改的又又又是老破名 哎不对 这家一共开了七扇门 横竖都不像三十八坪 难道是节目组良心发现了 只听小嫂子说 现在这个一百二十坪的房子是租的 等大女儿上小学 还是要搬回三十八坪的书包房 敲重点 四位老人也要跟着搬过走 周老师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要搬进鸽子龙的第一名成员是老爷 老爷在外是三娃的保安队长 在家是金牌调解员 但身兼数值的老爷只能住黑盒子里 里头没有窗户更没有空调 活脱脱的蒸笼啊 别看老爷过得憋屈 姥姥倒过得挺舒坦 作为退休的教导主任 啥四大名著 元素周期表都给你整个明明白白 到了晚上就带二宝税赐我 要说缺点就是储物空间严重告急 奶奶带三宝税的也是正经落室 是会计工作不仅账面做得干净 家里也是一尘固然 这家最惨的还是爷爷 年过半百当上了厅长 客厅的厅睡觉是睡不好的 于是研究起了厨艺 啥蒸梁膏蒸猪掌烧花鸭烧厨鸡烧子鹅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逃不过爷爷的五指山 这顶级配置阿怪只在网剧里看过 更关键是四位老人的关系还不好 据说是三代世家青梅竹马 介绍完三代九口人 来看看他们将要住的鸽子龙 龙子位于北京朝梁的三里层街道 尊贵的三十八个平方 经典的吹风机复兴 由门厅小卧室厨房 四卧和主卧拼破而成 里头除了又小又破 城中墙一面接一面 也没有其他大毛病 为了让周老师哭得更大声 有请九口人一块进到鸽子龙里 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要阿怪说把墙全砸了改成大通铺吧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果不其然委托人来上难度了 你说你的几个设计的原则 我也是有原则 原来设计师想把厨房 移到南面的阳台 偷出的空间全改成卧室 我们家厨房使用率是很高的 我们买这个菜呢 我如果拿到厨房去呢 我要走一个最远的距离 有点麻烦的 两个掰扯不出个结果 干脆来到施工现场直接比划下 首先有请富贵说出他的想法 厨房对面放碧桂床 九口人抽签一人睡一天 大房间放两张高低床 两边的老人带双胞胎睡这里 亲家便睡在我上铺的好兄弟 所以专业的事 还是交给咱周老师来 首先他砸掉了厨房和次卧中间的阁墙 卫生间做出三分离 来看看最后的成品长啥样 改造前进门是黑不溜秋的门厅 不大的地方开出六道门 小偷来了都得报警 改造后的客厅变得通透明亮 整面墙的鞋柜 九口人的鞋不用摆外头释放毒气了 就是苦了隔壁的冰箱 客厅上下左右全是柜子 周老师就是古希腊掌管储物空间的神 改造前六岁的大女儿只能和父母挤一屋 书桌高度不到40公分 写作业5分钟 腰间盘突出5公里 如今他拥有了独立卧室 粉色和白色搭配 走得公主疯 设计师是懂小女孩的 采光最好的位置摆了张书桌 这下大女儿考不上清北 不能怪房子破了 超多的储物空间 满足女儿没有某宝之前的使用需求 过去的厨房不仅操作台小 还只有一面小窗户 夏天和蒸笼一样 来瞅瞅改造后的厨房 爷爷看了直呼想睡里头 台面做成了凹自喜 方便爷爷报菜名 一整面的窗户 望出去是满眼的绿色 做饭也成了一种享受 这家一共有两个卫生间 一个带淋浴功能 一个只能上厕所 洗手台被移到了外头 九口人洗漱不用拿号码牌 压轴出厂的是全家最大的房间 里头兼具客厅餐厅卧室 外加棋牌式的功能 房间做的全是通顶柜屁 和九口人的仓鼠属性完美适配 想去上头的阁楼卧室 先爬一个错层楼梯 两个男保艺人一边不会打架 这下三个小孩开心了 只剩六个大人嘟着嘴 他们难道要集体打地铺吗 有请周老师出场揭开谜底 首先客厅藏了个碧柜床 小夫妻就睡这里 床铺一旁有个洗漱池 是给他俩专用的 其次大卧室也安排了两张碧柜床 有点大学宿舍内卫了 38平的鸽子龙就不要啥哈雷了 爷爷奶奶睡靠厨房这边 谁叫爷爷是这家的主厨 姥姥姥爷睡靠黑板这边 晚上睡不着可以携板了 同时这个房间也是餐厅 超大餐桌坐下九口人不成问题 按照惯例晒出账单 设计费零元 硬装23万元 拆旧加固1.2万元 软装2万元 新建钢结构0.8万元 总计27万元